我是戴比一批的这个自愿请愿的家长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是因为学校已经在星期五的时候 已经有第一个的确诊的病列了 在接下去昨天又多了两个了 我们在今天做这个和平请愿 是因为要 希望学校教育局那边 希望学校能够关闭十天 为什么是十天呢 十天就是有确诊的病列 他们的quarantine的时间也是十天 所以我们希望学校是关闭十天 由明天开始了 确断那个感染群 因为确诊的学生接下去过后 他们回到去 他们有弟弟妹妹 有哥哥姐姐 还有爸爸妈妈到底有没有会不会传回去 或者再来学校这边传我们也不知道 尽量就是不要因为学校人多 再来学校的话 他们就会感染的地方就会更更广了 今天是代表全部都是家长的 我们不代表任何的团体 就纯粹只是家长的意愿 是这样的 你没有跟校长表达过你们的意愿 有有 我没有跟校长表达过我们的意愿 校长那边是怎样回应 校长那边的回应就是说教育局说这个 我们这边就是说学校这里不是源头 不是源头 所以学生不是在学校感染的 所以就不 你说有三个casus 他们之间有联系的吗 这三个casus都是在同一个班 这是一个比较 我们说可以说是豪彩的 但是也不是一个很值得开心的事情 那现在学校的安排是那个班 暂时要停课然后隔离吗 还是其他 现在学校那边是我们知道的是 那一个2S班的整个班 而有经过班的老师全部都必须隔离的 隔离四天